根据统计,全球美妻对夫妻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问题。 因此,他们寻求圣职医学中心的协助,进行试管婴儿疗程。 在这个求子的旅程中,期盼宋子鸟快快到来。 然而,大约只会有一半的人能够顺利到达终点。 例如,46岁的林小姐,前后花了13个月。 经历十次取软,将得来不易的胚胎,以第三代试管婴儿染色体筛查技术,挑选一颗染色体正常的胚胎植入。 但植入后,却仍然无法成功怀孕,到底是为何呢? 原来要成功怀孕,不但要精准挑选染色体正常的胚胎, 还要精准地在最佳时间点植入。 这个最佳时间点就是所谓的灼床窗期。 然而,每个人的灼床窗期都不一样,医师并不知道您的灼床窗期。 就算挑选到正常胚胎,医师也只能凭经验法则为您植入。 若您的灼床窗期与其他人不同,好胚胎就只能过家门而不入。 好消息是,ERA,子宫内膜接受性分析,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 崭新的ERA技术采样您的子宫内膜细胞,做248种以上的基因检测。 透过晶片分析,精准地找到您专属的灼床窗期。 医师借着您的ERA检测报告,就能为您做个人化精准植入。 后来,林小姐接受医师建议,进行ERA检测。 发现自己的灼床窗窗期比一般人晚,因此,医师精准地调整胚胎植入时间。 最后,林小姐终于成功怀孕。 接受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加上ERA检测,平均怀孕率高达80%,精准挑选加精准植入。 这就是三代试管婴儿,PLUS。